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这些英雄非常强势 猴子到后期也很无解一棒子一个 但是高耀节奏那么快 我给你发育的机会吗 金融英雄记住这几个就行 很久不变啊 关羽 鬼谷子 马可波罗 李元芳 刘备 干将摩耶 貂蝉 玄策 这些是带链的抢手货 高耀局大家应该都被这些英雄给打爆过 直接禁掉就好了 然后说选取英雄的问题 不要射手 千万不要射手 如果你非要玩就去匹配 你就是国府也别选射手 高端局的辅助永远都是跟着打野的 跟着射手才是真的废 当然了你可以用上面那几个射手去打野 但是走下路的话 麻烦你啊 别来坑人 英雄尽可能肉一点 能打团单挑猛或者控制多 你得站一头对不对 你选个猴子暴击高 我来一个原方四五分钟能超你2000经济 一点都不夸张 你暴击高 我杀你就一秒 高耀局非常的乏味 一般到了这个段位都懂套路了 也就没什么看点 边路技术在向上稳住 等待打野的支援 不要去尝试做多余的事情 打野和辅助什么都会做 有机会支援就可以了 中路快速清兵骚扰对面打野 注意走位多看小地图 把人物动起来 装备根据对面去除 有程晓金这些英雄 直接出蒙炎 第一件就出 打野强不强是看辅助的啊 辅助前期的站位视野 帮助清野快速到达指定地点 为打野铺好路 把威胁降低到最低 把抓人反野的成功率提高到最高 尽我所能 还有先出守护之意 高耀是钻石低耀的进阶板 到了王者门槛 大家都会紧张 紧张是阻碍你上分的最大问题 只要选队英雄 进队英雄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多看小地图 打好大小规模团战 冰线不丢 即使是逆风也有一战之力 别一碰到个主播都快吓死了 你在这个段位能遇到主播 证明这个主播也没多高的技术 正常打就行了 高耀局最重要的就是辅助位 到了荣耀也是基本一样的 一个好辅助就是团队最有力的证明 因为这个辅助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节奏的快慢都在他的手里 推荐辅助 鬼谷子张飞牛魔孙斌 向刘邦白起这些就去打边路吧 知道为什么自己上不去王者了吗 原因就在里边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一个思路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或者是我没有说到的地方 欢迎在评论区指出 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